本港在今天錄得零確診 希望這個數字就依美著 疫情的控制出現曙光 不過這樣,各位市民都千萬不能鬆懈 繼續做到減少不必要外出 以及保持社交距離等的防疫措施 如果大家真的要外出 可能都會選擇去海灘或郊外 但請大家記得撿回你們的垃圾 因為有環保人士發現 在郊外看到大量用過的口罩膠漿 甚至連針筒也有 麻煩大家做一個有功德心的市民 新型冠狀病毒除了影響人類健康外 引發的環保問題也值得關注 不知道市民有否覺得 最近真的多了防疫垃圾 是,多了 多了甚麼類型的垃圾 多了口罩 多了,很多 甚麼類型的垃圾多了 就是行山口罩 行山的,還有口罩是嗎 對 看看是誰,好像多了一點 是 甚麼類型的垃圾 你覺得最多的 我記得是口罩 看來不少市民都覺得 疫情之下真的多了垃圾 加上香港人 最近真的很喜歡趁假日 一家大小去戶外跟陽光玩遊戲 不知道他們有否隨便亂拋垃圾 我們現在就來做一個小測試 我在沙灘走一個圈 看看可以撿到多少防疫的垃圾 還有口罩 好心點吧 垃圾還在這裡,要怎樣吃東西 還找不到你嗎 我在沙灘走一個圈 只是撿到一個口罩 看來大家亂拋防疫垃圾的問題 沒有想像中那麼嚴重 還是因為沙灘,一個人都不戴口罩 在這裡也感謝ViuTV的清潔龍 Dixon希望繼續發揮他的環保小宇宙 不過說到環保,當然人人有責 今天請來兩位嘉賓 跟大家說說疫情下有關環保的議題 在這裡歡迎 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 如遠請博士 以及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 黃瓊英醫生,兩位 兩位好 歡迎兩位 剛才在影片中 我們看到口罩 或消毒用品經常見到 但我想紙巾也在疫情中 經常見到 因為根據報道 在這半年內 用紙巾的數量急增到18% 問余博士 究竟這個情況有多破壞整個生態 其實用紙巾的情況一直都很厲害 因為過去我們做了一些系統調查 發現一天都可以用六千多萬張紙巾 有一半是在家裡用的 但其實在家裡已經有水源 可以用毛巾 可以去抹手、抹嘴甚至 現在看到疫情之後 用的數量更加多 當然最後還是要去堆填區 因為紙巾不可以回收 所以我們知道抗疫是一個長期的作致 可能我們要考慮一下 有否比較環保的方法 尤其在家裡 當然衛生一定是第一類的 可以考慮一下其他有效的方法 去用我們的資源 但有時候紙巾沒有辦法 一定要用到保持衛生 口罩也一定要用到 但之後怎樣處理?就是一門學問 疫情發生以來 是否廢物對環境負擔有多大 可以說一下嗎 其實口罩本身 都是一些不織布的材料為主 當海洋時可能會分解 微膠粒就出現了 現在其實微膠粒的情況 在海洋上已經有很大問題 甚至會否變成海洋生物的食物 另外一件事就是 微膠粒進入了食物鏈 會否我們人類自己又回吃 大家也看到海洋的問題很嚴峻 越來越多海洋垃圾 2050年之後 海洋的垃圾比魚的數量多 所以現在我們再有 那麼多防疫垃圾可能去到 無論是漂白水也好 或者其他棄置的部分的物品也好 這也是對海洋生物構成威脅 但我們明明是疫情 大家當然是小心為上 始終戴口罩在這個時間 真的無可避免 問問黃醫生 如果我們真的要處理這些口罩時 真的看到有人不斷棄置 其實一定很危險 當中會如何影響我們 最擔心的是交叉感染 由家裡做起 如果家裡的口罩不包好 卷好才扔掉 那你家裡的姐姐 或者你父母幫你倒垃圾 就會碰到你的口罩外面 或者裡面所有有污染的物質 有病毒、有細菌,甚麼都可以有 如果你的垃圾桶沒有蓋子 連你的寵物狗狗 可能都會帶你用過的口罩 在郊外來說 有些人會把他用過的口罩 掛在樹章上 其實也是很差的 所以… 即是太陽 錯了 它是棄置的口罩 不過我相信沒有垃圾桶 野豬或猴子會否拿來玩 接著病毒互相交換 引起更多的問題 也是很值得關注的 我看到余博奇剛才 也喝了一口氣 聽醫生說到郊區的情況 再說回到一個 較為城市生活的環境 現在很多人都會叫外賣 因為避免外出 可否跟我們說一下 現在疫情之下 其實使用塑膠等問題 是否已經造成很大的社會負擔 每個星期 我們可能有過千萬份的食物 即是外賣 現在的數字可能甚至雙倍 是 很多時候會連繫積器的餐具 如果送到家裡時 可能我們要想想方法 真的避免這些餐具 因為家裡一定有餐具 是 這是大家要去想的 第二,長遠來看 飯盒是否可以自然降解 即是有新的物料 對,不用不斷累積這些垃圾 否則仍然在堆填區裡 現在大家因為沒辦法 很多時候都要叫外賣 從餐具、承載物的物料 去想想容器可以用甚麼材料 剛才提到口罩會影響整個海洋生態 但如果外賣真的保持著用量 對整個環保生態上會有甚麼影響 堆填區一定有很大的負擔 因為剛才提到我們用過的這些紙或食物 它們也有油、污染 是不能夠再回收的 不能重用的 一定是去堆填區 這便會增加堆填區的負擔 另外,長遠來說 如果一個這麼大量的數目 會否造成疑似污染 甚至是地下水等其他部分 會否有些污染 這個我們真的要注重 我想除了這件事 在醫療上也有很多問題 醫生在這裡問一下 可能醫療廢物上 也是一個我們很關注的問題 他們去清理這些醫療廢物 有分別幾種或是怎樣清理 其實政府有立法管制醫療廢物 無論是診所、院舍、醫院 都是需要跟從的 有六類的醫療廢物 第一類是化驗所產品 即避免鼻孔的物品 第二類是牙醫診所 或是動物的獸醫 做完手術拿出來的用品 另外是一些鑰匙 即是做手術用刀片 或者針筒、戒刀等儀器 就要放進鑰匙 第四類是屬於有傳染性物質 有16種病毒 包括伊波拉病毒、天花 或者2003年的沙士病毒 有污染這些物質 都是屬於醫療廢物 第五類是衣服 即包紮傷口的繃帶和紗布 第六類是其他,即是政府立憲 刊憲說那些是醫療廢物 我相信如果有社區大型的爆發 可能我們連外科口罩 也要列造醫療廢物 現在就不算 政府規定要一些指定認可的商人 他們處理這些醫療廢物 暫時來說 全都是用去焚化爐、澳焚化的 其實在沙士的時候 醫療廢物的重量增加了 我相信今年的醫療廢物 也應該會大幅增加 除了增加焚化爐的負擔 其實也會增加碳排放 因為會發生很多二氧化碳 溫室效應也會有些影響 對,但談到碳排放 其實疫情發展以來 到最近有些人的說法 就是不知道是否可能 大家的工業活動也少了 甚至經濟活動也少了 生產也少了 其實令空氣污染等等的環境問題 好像有點改善 但其實是否真的可以這樣看 這件事,宇博先生 確實地球是有一個喘息的機會 因為碳排貨量變小了 空氣的質素變好了 因為交通變少了 廢氣變少了 但我想很難用這麼極端的手段 或者環境去改善環境 因為過去確實這麼多年 我們說要減排 但我們減排全球的量 是累創新高的 所以大家開始看到 很多極端的天氣出來 或者近期大家可能已經忘記 這個蝗蟲事件 數以億計的蝗蟲 威脅到很多人的生命、糧食 這些都是大家不要忽略 原來在整個氣候的改變中 將來最終人類都要面對一個 所謂威脅到生命的抉擇 因為缺水、缺糧 都是由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 所以我們現在真的要令地球 回到一個比較平衡的方式 一方面真的要減少碳排放 另一方面繼續經濟有發展 大家有工作、有生活 怎樣可以拿到一個平衡 我想大家說了很久的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就是我們要用新的環保方式 去做我們的生產 去經營我們的交通 以及我們產生能源的方法 這些全部都要環保 我想現在最短期可以做的事 是依賴綠色科技 很多科技能夠幫助我們 減少資源的虛耗 用少了電,碳排放就少了 例如近期很多人工智能智能 計算可以減少冷氣的用電 這些都是一些科技 再配合綠色金融 令很多投資可以轉向環保科技 令這些科技可以產生 改變整個生產模式 或者新的交通模式 例如大家比較熟悉的電動車 但我們還很需要其他能源的方式 大家關心的經濟 循環經濟的概念 就是我們怎樣可以令效率提高 用少了資源 但同樣有這樣的效果 有這樣的產出 而且能夠將很多所謂用過的東西 不是變成廢物 再循環變成資源 是可以重用的 而令它再注入 身心不適的循環經濟 其實無論是科技的進展 或者每個人做到一步 帶來的好處除了可持續之外 其實想問從醫生的角度 從醫療的角度 其實將環境保持乾乾淨淨 也不要太多污染 其實也可以減低傳染病的風險 當然了 反過來說 如果環境很擠迫 或者天氣暖化 其實也增加我們患病的機會 我覺得最大的隱憂在香港 可能是我們的白甲 因為原來禽流感病毒 在我們的腸部會有病 在白甲、鴨、雞、鵝等 牠們的腸部坐著是沒有病的 我們的社區有很多白甲 當牠們排便時 有很多這些禽流感病毒 可以散播出來 如果跟我們人類的病毒交叉感染 隨時下一輪的禽流感 可以在我們社區爆發 而氣候問題也會引來一連串的影響 對… 所以我想大家這樣聽 我們當然要小心動物 但我們現在的確看了很多景節 有些小動物都走出來 因為現在的水已經清澈了 空氣已經清新了 我相信在一大步中 由綠色的經濟開始演戲 但一小步也可以跟我們的生活習慣 今天感謝兩位嘉賓 跟我們分享那麼多 下一節回來 究竟人類在疫情中還有甚麼小習慣 可以在疫情中做得更好 我們下一節回來找專家 再跟大家解答 在疫情之下的確提高了很多人的衛生意識 大家總有一個口罩 酒精消毒液在新 所以這一節我們請來另一位嘉賓 跟我們討論香港人的生活習慣改變 他就是消毒淨化產品集團創辦人 及常務董事崔榮昌先生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好,Sam哥 我知道你本身是做傳媒的起家 之後轉型 現在主要是消毒公司的老闆 為何會有這個轉變 其實2003年生一生 當時是做雜誌 經濟突然死灰 我們戴口罩,上班又很辛苦 整個市場都死著一片 樓市跟現在不同 現在沒有倒下來 然後慢慢下跌 當時的樓市真的倒下得很簡單 自然覺得香港根本沒有前途 是 當時在想,只是在等候而已 當中了就去看醫生或要救治療 為何要中了才去治療 有些東西可以不令我們感染到沙咧 當時中了一個園 很後延的機會在六年前 我自己在分岔路 有一個創業機會 我選擇了這個行業 現在已經做了六年 經常都說 做了傳媒的觸覺是不同的 你自己看回無論是你的事業契機 沙士之後,到現在 其實大家對於抗疫 對於健康的問題 是否有很大的轉變 當然了,即使很多朋友問我 我再說一句 在疫情未爆發時 其實每一家、每一會 你家裡都有一盒口罩 這個在2003年之前不會有 你可能有藥油、頭痛病 但你不會有口罩 是 但還有一件事,當疫情開始爆發 香港人第一時間就是長口罩 所以敏感度 其實在沙士有一個警示 一個慘痛的經驗 令香港人的自發性 以及意識提供 你有否覺得哪一類型的人 他們特別在沙士打下 或者在疫情中 生活習慣是改變得最多的 最重要的是年輕的媽媽 在25至40歲 即是我自己的重要客人 那些消費群 他們有自己準備,例如生小嬰兒 另外有初生嬰兒照顧 這個群都…大家知道的數字 每年我們稱為初生嬰兒 有平均數值 有五萬、六萬 你配數到四、五歲 其實有二十多萬 亦可能搭著,生兩個 再加上媽媽 那個人口其實不小 他們比較敏感 對於個人衛生要求也很高 所以你的工作層面 會接觸到社會上不同的階層 不同的背景的人 對於衛生要求 也有很不同的要求 例如我想問一下 一些商業機構 例如一些娛樂場所 經過14天之後再開設 又或是一些零售等的地方 其實如何吸引消費者回來 也很重要 有甚麼可以幫他們做到 除了食肆,大家去想 我覺得服裝店也很重要 尤其是連鎖服裝店 很多時候試衣服 通常你不是買肆那件 是 他們會叫麥克風 然後給你新的 但試完那件是怎樣的 就是掛出來 下一個就試了 是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另外就是你說食肆或是戲院 很多時候… 我們現在都跟很多客戶聊天 你接觸到的場所 裡面的椅子、桌子 甚至是四壁 都要做一些消毒的方案 不然你很難再挽救消費者的信心 另外就是空氣系統 我們稱為空氣裡面 你的淨化的措施會是怎樣 這些都需要做 因為剛才Sam一提到的衣服 其實我平時即使換衣服 可能服裝間也會噴一噴酒精消毒 我想這件事已經很影響到 我們日常生活上的東西 不過酒精你要小心,闖火 不要噴內心 當然不要噴那麼多 人路也不好 要小心使用 我比較長夜火 但是除了個人生活上 我想在醫療上 我想大家看到現在香港的醫療體系 在面對疫情上 是比其他國家比較受到的 是否也有看到那個變化 當然,看數字 我們有1000人突出 幸好有4人過身 現在有8人 其實我們是遠遠低於 現在疫情上的死亡 5%多 我們有10%多 亦不希望有 所以我覺得醫護人員的數字 也比較有理想 就是暫時未有醫護 是因為照顧,進入TGM確診 其實看回很多醫院 對我所知,尤其是威斯七盟行醫院 他們有SARS的經驗之後 其實準備功夫做得很足夠 包括物資和他們的程序 所以其實這是值得香港人鼓舞 亦要向他們致敬 對,有著這個經驗 香港人一向被人說 在這次防疫戰中做得不錯 因為我們有一些比較慘痛的經歷 但最重要是之後做得好 又想問問Sam 對於展望未來 可能第二次疫情有機會再來 或大家都希望可以先進一步 預防一些不想見到的警方 有甚麼科技上或不同層面上 可以幫助大家 我想有幾件事要做 除了產品會越來越多 當然除了市面上流通的產品 再高一個層次就是利用智能系統 是 譬如人群聚集多的地方 你怎樣… 不可能逐個探熱 你需要一些人工智能識別系統 去做這件事 香港一間公司 亦是很有名的一間公司 已經有這個系統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普遍作用 第二件事就是 正如我現在的公司 我也是在幫助… 我在用空氣流動學的原理 幫一些樓宇設計 就是用正壓和負壓分別去做 等於醫院上的設施 感染病科用負壓 即是在裡面的空氣出不去 而手術師是用正壓 即是外面的壞空氣無法入力 如果我們在社寺口 或在自己住的地方 都可以用這個設計 其實在空氣質上已經改善很多 這就是希望可以推行 所以除了在商業上 我知道你本身的眼光 已經很高尖嚴重 我不敢說 但對於市民上 可能在疫情上或日後 我們可以推動的 會有甚麼提示給大家 我覺得最基本上 每個市民都是自我的意識 要保持 而且個人衛生不要鬆懈 我經常都說 不是每個人有多餘錢 買一些防疫產品 或者你有錢也買不到 其實雙手是最重要的 世界首部衛生日就是要乾淨 五願無 我們也希望推動這個運動 在全港的覆蓋面 大家保持雙手清潔 而且不要經常擦眼、擦鼻 是 所以經常都說 抗疫這個戰爭 就是要打勝仗 由自己雙手做起 每個人都把關做得好 一定可以打贏這場戰爭 在這裡也感謝Sam 今天跟我們分享 其實無論在個人層面 公共空間、衛生層面 怎樣可以大家都做得好一點 希望大家也要努力加油 好,今晚的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同樣時間有今次疫情 再見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